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妈回来啦 大姐啊 昨天把她接回来啦 让我看看 让我看看 胖了 胖了 大姐也行啊 这么带匣子还是她姑妈带得好 对呀 老人有经验嘛 怎么 你要出去啊 就带她到旗头那个购物园去晒晒太阳 对对对 今天天气好 晒晒太阳去吧 路上小心一点哦 好嘞 好嘞 阿婆 你拿着东西上楼梯的时候也小心点 好 知道 知道 阿婆 我走了啊 早点回来 我经常会不会做事 你给你 给你 你怎么办啊 咱们呢 昨天天才把 alcohol都给我不知道 我去吃吧 你怎么吃啊 小强 毛毛呢 小管带着出去晒太阳了 真不巧 你看家里什么都有 你每次来都大包小包的 一点心意嘛 要不我坐着等他一会儿 你要喝水吗 不用不用不用 那个小强啊 小管带孩子行吗 那么年轻没经验 我还真不放心呢 他挺好的他帮了我不少忙 小强啊 你现在还没有工作 经济上有没有困难呢 没困难真的没困难 有困难就跟我说 毕竟我是孙子的奶奶嘛 又不是外人 来 坐 我们俩聊聊嘛 小强啊 那个 光要把监听报告给我看了 我收起来了 以前冤枉你了 过去不说了 过去不说了 我要说的是 谢谢你啊 你还愿意主动去做亲子坚定 我非常感激你 我们刘家终于有后了 我也对得起光要死去的爸爸了 我也对得起光要死去的爸爸了 我可以常常来看看他吧 毕竟名正言顺了是不是 我是想说你忽然来 那 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意思 我是想啊 你要是孩子带不过来呀 我可以帮着带他 光要就是我一手带大的 我有经验 您现在年纪也大了 好好享享福吧 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最要紧 我每天都锻炼的 我的身体你不知道吗 我身体好得很啊 尤其要带自己的孙子 我浑身都是劲 我的孩子我一定要自己带的 是 那个 我可以常常来看看他吗 这奶奶看孙子嘛 天经地义是不是 也不是 你今天忽然来 我都觉得挺意外的 是 我今天是失礼了 没打招呼就来了 可是既然已经来了 以后再来就不意外了是吧 我的意思 你一下说要常来看毛毛 我没有心理准备 这个我也得跟家里人再商量一下 这有什么好商量的 我是奶奶她是孙子 我们有血缘关系啊 再说了 不让奶奶看孙子 这要传出去 人家说你与小强不通情理的 好了 毛毛既然不在 我就先走了 把这些东西您带回去吧 这家东西算什么 我所有的财产 给毛毛我都愿意啊 好了 不惆意了啊 小管呢 小管 小管 阿姨啊 带毛毛晒太阳啊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 阿姨 你气势真不错啊 那当然了 心情好嘛 都有孙子了 好好好 阿姨啊 大姐讲的 这个孩子谁都不能抱的 谁都不能抱的 谁都不能抱的啊 你紧张什么呀 我刚从她那儿来 她答应的 她答应的啊 做奶奶嘛 抱孙子不天经地义啊 来 拿着 好吗 唉呦 宝贝 你醒啦 唉呦 你看看多精神啊 唉呦 妈 这多帅呀 唉呦 唉呦 你看看 长得多好 来 看来 唉呦 你不知道啊 她跟光耀小时候可像了 吵你了啊 奶奶帮你吵醒了 唉呦 笑笑 唉呦 你看多乖 哎呀 她叫奶奶嘛 你有没有叫奶奶呀 哎呦 你看长得多少啊 拿着 真的呀 真的呀 阿姨 把孩子给我吧 妈 我们回家了 小强 妈 我抱抱孩子有什么关系 你怎么这样呢 走啊 今天真的不是我让她抱嬷嬷的 她讲是你答应的 所以她一跑上来她去抱嬷嬷 我都吓死了 还好你来了 不然我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呢 跟你没关系 小强 这事儿千万别让家门知道了 大姐 有句话我不晓得当奖不当奖 高红阿姨之前 是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 但是她毕竟是嬷嬷的奶奶嘛 奶奶抱抱孙子 也是天经地义的嘛 对吧 老张啊 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哪个性倔强 我不到万不得已 我不会来求你帮忙的 怎么了 今天我抱孩子抱得好好的 于小强一来二话不说 就把孩子抱走了 这不摆明了告诉我不能靠近孩子 不能抱孩子吗 老高啊 离婚让于小强真的很上戏 你们那会儿指的孩子不是老刘家的 这不等于断了跟孩子的联系嘛 现在做了亲子鉴定 就要把孩子要回去 这世上哪有不复出 就要得回报的好事啊 我没有说现在就要抱回去啊 我只是希望能够让我看看孩子 抱抱孩子 我代代孩子 是 他们离婚的时候是闹得一塌糊涂的 但是大家都有错呀 再说了 孩子是无辜的 他毕竟是我们家刘光耀的亲生骨肉啊 为什么我一个做奶奶的 我连我自己的孙子我都不能看啊 你不知道 我抱着这个孩子的时候那份亲呢 那真是雪浓雨水啊 大心里都清啊 老老高 你冷静点 我怎么冷静啊 远在天明 静在眼前 我自己的孙子我不能碰 我不能抱 不能看啊 那老高 你让我怎么帮你呀 老张啊 你跟小强的妈妈是世交 也是你到我们家告诉我小强怀孕的事 不 我请你帮忙 我跟小强说一声 允许我去看看孩子 求你了 他听你的 可是之前 你们把于小强伤得这么重 这我都知道的 我在这件事情上 不能没有立场 你是拒绝我 对 我得尊重于小强的选择 老张啊 你真是太不通人情了 是我不通人情 还是你们冷酷无情啊 老高啊 你知道于小强生下这孩子 多么不容易吗 他是被你们家小三 气得早产 差点没命 你知道吗 在他最需要你们的时候 你们人哪都上哪儿去了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世界上 没有谁比于小强更爱毛 也没有谁可以不顾及他的感受 把孩子拒为己有 如果认为 我拒绝你就是不通人情 对 我就不通人情了 因为不是所有的伤害 说原谅就能原谅 对不起了 我感觉到你 自然是不合一样的 你不认为 你不认为 你也不忍着 我感到你 是你不忍着 没事 没想到 我妈妈一抢头就帮你毁掉了 你那个钱婆婆也太势利了吧 现在知道后悔了 之前干什么去了 真是的 我越想越气呢 他们凭什么怀疑毛毛 不是他们留家的 现在亲子见经做出来了 就是他留光耀的 估计他现在啊 壮强的心都有呢 自己的孩子不能认 真是活该 可是他妈妈要是 一次一次过来看毛毛 你说我该怎么办 不要理他 照样拒之门外 我也这么做了 可心里还是有点不忍 你说奶奶来看孙子 我死活不让 会不会有点无情啊 你有没有搞错 是他们无情在先好吧 那倒也是 以前死活不认 现在一下子又热情如火 太不考虑我的感受了 但是我也得考虑 我们家家明的感受 家明对我去做亲子见女 心里一直有障碍 本来她一心一意 把毛毛当自己的孩子养 你说现在刘家人 一次一次跑过来 那不等于无时无刻 都在提醒她 毛毛不是她生的 你说她心里怎么受得了 对呀 包家明这个人啊 再厚道 也受不了这个打击的哦 小强 我跟你说啊 你听我的 人来了不让看 来了就赶 门都不让进 她像个个婆子一样的 对她这种人 就不能细思手软的 那你说毛毛要是长大了 知道我这么做 怪我怎么办 你这个人就是这样的 做事情们老是瞻前顾后的 干吗呀 你想跟他们妥协啊 别的我不敢说啊 你要这么做 包家明那一关肯定过不了的 不信我可以帮你去试试看呢 我今天又去找于小强了 不是 我想孩子嘛 一个人在家里头憋得难受 那您是不是跟她提 亲自监定的事了 那当然了 我还试探着问她呢 说毛毛能不能让我带让我养 她一口就回绝了 一点也不给辫子 您哪也是太着急了 亲自鉴定不能白做了 那你说孩子还认不认呢 你别问我这个 一问这个我就纠结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就听我的 你说 第一找周律师 问他如果小强不让我们带孩子 看孩子我们该怎么办 做什么准备 第二呢 我们仍旧采取主动 经常没事就到于小强那里去走动走动 软磨硬泡的软化他 第三 给孩子准备一笔钱 好 谢谢 谢谢 包佳敏 你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你 你干吗呀你 你干吗呀 他刚睡着 睡着了 我只要一弹吉他 他立马就睡着 我跟你们说你们还不信 信信信 这回我眼见为实了好吧 轻点 现在妈妈可听我话了 你猜啊 我一看他名字他会怎么样 怎么样 他眼睛就滴溜溜转到处找我 真的 以后他要开口说话的时候 第一个叫的肯定是爸爸 去看把你给臭妹子 哎 如果 我是说如果 如果老刘要过来认毛毛 你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你叫把他踹出去 老刘什么人呀 哦 他以为做了个亲子鉴定 他就可以当他爸爸了 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在哪啊 小江快死的时候他又在哪啊 你让他来试试 姐 我问你个事呗 那个 芳芳让我去他们家见他妈妈 我该不该去啊 什么叫你该不该去啊 我想问你爱不爱他呀 爱 当然爱 可我不知道我见了他妈妈 我该说些什么 什么话都别说 就干活 干 干活啊 你的准丈母娘看见你喜欢干活 准喜欢你 我懂了 我这么脚踏实地 接着就是丈母娘看女婿 越看越欢喜 郑阿姨要是喜欢你 你们俩的事就把酒不离十了 好 好 姐 我先帮你干活吧 不用了 我又不是你的准丈母娘 那如果人家就是想经常过来看看孩子呢 那也不行 一旦松了这个口 以后还没完没了了 如果 我是说如果啊 如果要是余小强同意呢 他同意他们经常过来看孩子 你怎么办啊 你觉得余小强有那么二吗 如果他同意他们来 这就等于是引狼入室洋入骨口 那倒也是啊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如果要问吗 没有了 你确定余小强没有别的要问吗 芳芳你怎么了嘛 你总是不留下电话号码 却叫我要把你送回家 看 看我脸上写什么字啊 没字 挺干净的 我脸上写了个大大的紧字啊 我怎么那么二呢我 我都演示成那个样子了 还是被高家明看出了我的用意 气死了 我知道你对余小强好 你真心关心他 但有些事情呢 是他们两个人之间面对面谈的事 你就不要旁敲侧击了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了 什么叫旁敲侧击了 朋友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那何况是余小强的事情 我当然要管的了 好 你都说了 朋友的事要管是不是 那我们俩的事呢 我们俩什么事情了 不是 你说你要带我去见你妈妈的吗 我 我什么时候说过的了 我怎么不记得了 上回你就说过的呀 上回 上回是什么时候啊 我怎么一点都记不得了 这 这种事你也能忘啊 你脸上还真写个景子 怎么啦 怎么了 过来 你今儿是不是要芳芳来试探我了 试探什么呀 那些问题是不是你让她来问我的 她问你什么问题了 又小强你怎么那么能装啊 我走什么了呀 没劲 你怎么了 睡觉 我不睡 你睡了我怎么睡呀 看来是我想多了 我原本以为是因为你特别爱我 你担心我会不高兴 所以呢你就派出了你的闺蜜芳芳 来试探一下我心里面是怎么想的 现在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 事实上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这样子的 我就是怕你不高兴 我才让芳芳来试探你的 我告诉你 今天老太太去医院找张阿姨了 让张阿姨来劝我们俩同意 她能经常来看芳芳 结果被张阿姨断然拒绝 所以芳芳就来找我 我就想反正老人嘛 所以就想让芳芳吻一下你的意思 姚强 你怎么那么善变呢 一会儿说不是一会儿说是 这一分钟不到的时间 翻手是云 覆手是云 你别以为你年纪比我大 你就可以蒙我 那我以后怎么相信你啊 我怎么知道你哪句是真哪句是假 怎么了 承认了也不对 不承认也不对 翻云覆雨 都是因为我爱你 我可没说翻云覆雨啊 我就是喜欢翻云覆雨 那你翻一个给我看看 我上山是湖 我下海是龙 我在人间是堂堂的大英雄 行了 行了 停 我跟你说真景话 你要相信我包家明有能力 你把毛毛带大把她养好 你看我 多阳光 多聪明 多帅 又有世界性 又有责任感 所以 去他妈的老六 我可以把毛往我 变成包家明店 你今天晚上又没刷牙 什么事 我又埋了 喂 一二零码 这儿有一个病人晕倒了 赶紧叫救护车 别啰嗦了 芳芳 你能不能快点说呀 到点了 我要给我儿子冲奶了 嘉明回来了 爸爸回来了 小强 你们怎么又来了呀 我们来看看孩子 光耀可是第一次来呀 给孩子送点东西 来 来 进去进去 看到奶奶来高兴了是吧 这闺院啊 你接电话 我来抱孩子 喂 我现在这边有点事 一会儿我给你打过来啊 你先抱一会儿 我给他抽奶 好好好 你们 来 光耀 来 赶紧抱抱儿子 我不会被摔着 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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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儿子 你是爸爸呢 怕摔着 怕摔着 坐着 来 来 来 你看看看 干到你了 你一见到你他就笑 这就是血亲啊 知道爸爸来了 你别说妈 我 长得是这个像模的 是啊 你看 要跟爸爸说话了 你看看 尤其那脑门啊 那真是天庭饱满 地格方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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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里 快快 奶奶好吧 你看多乖呀 宝贝 哎呦 没有叫奶奶呀 那个 我能抱着吗 抱着吧 顺便喂奶 来 来 来 给围着啊 来 来 你会喂吗 喂奶还不会吗 来 小强 我跟你说两句话 来 来 小强 拿着 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每个月给孩子的生活费 这个我不要 你看看你 又不是给你的 给孩子的吗 上次你给毛毛的红包我收下了 这个我肯定不会要 以后的我也绝对不会再要了 来 把孩子给我 我给孩子喂 孩子喂 孩子 你有什么缺乏 慢点啊 刚喝完奶 赵强 金子鉴定咱们已经做过了 我的亲生儿子我抱抱怎么了 你让人太过分了吧 妈咱们走 我还有话要说呢 你到下边等我 小强啊 我今天跟光耀到这里来 目的非常单纯 就是给孩子买点东西 给孩子送点生活费 怎么了 我来看我的孙子 还得看他的脸色 他谁呀 他是我丈夫 是我爱的 现在是我孩子的爸爸 刘光耀才是孩子的亲生儿子 父亲 亲子鉴定上面写得清清楚楚 谁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我从来都没有否认过这个事实 我现在有自己的家了 你们不打招呼就跑到家里来 你要认孙子 他要认儿子 我以后的日子 我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你们也应该为我想一想 小强啊 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搞成这个局面 我不是来找麻烦 也不是来吵架的 很单纯就是想要看看我的孙子 他什么样子 他跟我们耍什么态度啊 我就是要态度了怎么样 我就是不欢迎你们来 我现在对你就一个要求 马上给我出去 你别这么说话好吗 那你让我怎么说话 他不得我走啊 你走吧 都在气头上什么话都别说了好吗 回去吧 求你了 求你了 记得拿上 要不是为了经常人来看看毛毛 我才冷得忍气吞声受这家伙嫌弃 什么人嘛 简直一流氓 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毛毛真可爱啊 真是太可爱了 光耀啊 你抱着孩子的时候 你有没有一种感觉 感觉就像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 那倒没有 这是你们女人的感觉 不过你说奇怪不奇怪 我一抱她呀 就感觉这心像画了似的 感觉要我这儿子 我能做任何事情 所以啊 我们一定要争取能长长看毛毛 我恨不得天天都能抱着她 未来等孩子大了 咱要回抚养圈 啊 嗯 我的儿子嘛 当然该给我养活 你为什么让他们进来 不是说好了不许他们来了 我也不让他们会来呀 今天小关请假 我一个手抱着孩子一个手接电话 门一开他们就进来了 你给谁打电话 方方 他们进来了 你不会把他们赶出去吗 你说话呀 我刚进来的时候啊 刘光阳坐在我坐的沙发上 抱着毛毛 他跟我说话的时候 就像一个老师在教训学生 他凭什么 他没把我放在眼里 你也没把我放在眼里 王嘉明讲点道理好不好 今天当着老太太的面 我该说的都说了 你又不是没听到 说这些有用吗 他们今天不是照样还来的 除了今天他们还来过是吗 你怎么不说话呀 你想怎么样 刘光阳 我想跟你好好过 那就回答我刚刚的问题 前两天老太太是来过一次 刘光阳没来 我当时就挺不高兴的 他没坐几分钟就走了 我发现一个问题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能瞒着我就瞒着我 你赌得给我出一赌的 要失误吗 今天我要是不回来 你这事还想瞒着我 是不是 不是 你说话能有点底气吗 我们俩别吵了好不好 不好 我现在终于明白 你为什么要让芳芳来试探我 你心里面早就有主意了 你想死灰复燃 你想让她父子相认 方嘉明 你说这话太无聊了 我无聊吗 无聊 我今天进门的时候 我看你们三个人 一家三口气冷容的样子 我什么感受 明明屋子里是四口人 你别跟我 我说不跟你我不说了 你想怎么样吗 我想怎么也不知道吗 来啊 周律师 你好蓝星 刘总又要来这儿谈点事 他出去了还没回来呢 可能是我来早了 没关系没关系 快请进 好 最近忙吧周律师 忙 如果连咱们律师都闲得没饭吃了 要么呀 就是这个社会真正的和谐 要么呢 可就是这个世界彻底乱套了 您说得对 请坐 我去给您倒杯水啊 好 谢谢 不客气 喂 小强 现在 也行也行 那再点见面呢 好好好 好 没问题 那咱们一会儿见 嗯 小强说要跟我单独见门面聊聊 他回心转意了 但愿如此吧 我先给您送回去 然后我去找他 你不是跟周律师有约吗 您要不说我差点忘了 我赶紧给他打个电话 别打电话了 你赶紧靠边吧 我自个儿打地过去告诉他 顺便跟他聊一聊 你赶紧到小强家去 没约到他家 在他们家那边的一咖啡馆里面 约在外边谈呢 嗯 那恐怕没什么好事 我们一块去 没事了 他说了想跟我单独谈谈 哎呀那不就是谈毛毛的事吗 儿子啊 现在毛毛可是妈妈我唯一的盼头了 你想想看哪 我一个人在家里头孤苦伶仃的 我多渴望我的孙子能带给我一点欢乐呀 我就怕你跟小强谈崩了 到时候我就断了我的盼头 我跟你一块去 你有些话不方便说呀 我可以说 我可以以老卖老 再说了 我能抓住小强的软肋 啊我明白 但您去了他真误会了 反而不好谈 您放心 我能对付 不好意思啊周律师 我们家老刘平是很守时的 没事 我可以等他的 你说他知道你来还非要出去 也不知道和老太太去哪转了 是不是去余晓苍家了 是吗 您怎么知道的 他今天约我来 就是要谈谈他想争取儿子抚养权的事 我呢 让他先去探探对方的口风 我们家老刘是有这个权利的呀 好 喂 刘总 周律师 您是不是快到了 我到了有一会儿了 真是抱歉 我是临时有点事 现在过不去了 你看这样行不行 咱们下午见个别 下午不行啊 我两点要出庭 哦 那在哪个法院呢 长丁法院 哎 正好 我在长丁法院旁边那班公司 我那儿跟人谈事 那这样 我谈完事呢 找您 咱们找个饭店 一块儿吃个饭 咱们边吃边聊好不好 行 那咱们中午见 好 来 行 那我就先走了 刘总他临时有事 我们俩啊 约了在外面谈 不好意思啊 害你白跑一趟 你们约哪儿了 不会耽误你下午出庭吧 不会 他正巧呢 就在法院附近那家 One go six咖啡馆 我在那儿找个饭店 就利用午饭那点时间 正好两不耽误 行 安排好了就行 那我送你 有什么想法 你谈谈 好吧 我们家不是客栈 你结婚了我也结婚了 我们现在都有各自的生活了 不要随便就上我们家来好不好 我承认我们的没打招 会上你们家 这是我们的不对 我要叫你道歉 不过 我们虽然各自都再婚了 但孩子毕竟是我们的 我觉得你让我妈妈不去看孩子 这不对 我觉得我们没错 你们没有错 嘉明跟我吵架也没有错 你们不能只考虑 你们自己的感受 我现在日子没法过了 所以麻烦你转告你妈 以后不要再上我们家来了 这也是我今天约你谈的意思 你这话说得有点没道理 那我妈是孩子的奶奶 让奶奶看看孙子 这是真经第一的吧 你再说我 我毕竟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你不能把我这个亲生父亲拒之难外吧 你不可能让我和孩子一辈子不相认吧 李小强 你做得到吗 我做得到 我们俩结婚七年 因为你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 我们俩分开 因为你跟你妈不承认我肚子里的孩子 我们俩的婚子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做得了 我明白 你心里一直没原谅我 你可一辈子都不原谅我 那是我犯的错 我来承担 但我今天不想跟你谈这个 我想跟你谈谈我的感受 毕竟我们是那么多年的夫妻 有些话 我好像只能跟你说 当我抱着孩子的时候 我活这么大 我第一次知道 什么叫血缘关系 第一次知道什么叫 骨肉相连的感觉 我有点感动 不晚了你知道吗 晚了你知道吗 我到这岁数了 事情也经济了不少 有些事也都明白了 别的不说吧 咱就说了血缘关系 这东西在格什么呀 所以我请求你 能让我们 看看我们的孩子 让我们 为我的孩子做点什么 能出钱出点钱 能处理让我出点利益 好吗 我也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 血浓以水我也无法改变 我们俩今天是来解决问题的 彼此都让一步 你看这样行吗 我答应你们 一个月来看一次孩子 时间地点我来订 绝不会是在我家里 可以吗 那谢谢你 不过 我妈那儿我可能 不大好交代 你说一个月看一次孩子 时间有点长 你看看 能不能一个月看两回 我答应你 也想一想 来 女生 生命中的相遇 是原来又远去 你是否会在意 我孤单的美丽 岁月慢慢老去 是否还来得及 说一生在一起 真的不容易 爱情的故事 我会演游戏 只要有你陪我在这里 生活再继续 难免有风雨 幸福就是想伴奏下去 爱到你 我们不会再犹豫 在一起 永远不要再分离 爱到底 无论以后在哪里 为了幸福 我们爱到底 我们不会再犹豫 在一起 在一起 永远不会再分离 爱到底 无论以后在哪里 为了幸福 我们爱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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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会再犹豫 在一起 永远不会再分离 爱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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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以后在哪里 为了幸福 我们爱到底 为了幸福 为了幸福 我们爱到底 我们爱到底 感谢观看